在平静 在你脸上的表情 曾是什么命令 嗨 大家好 很开心可以回家表演 然后终于有一个音乐祭 是可以搭公车 出门就可以来的音乐祭 觉得很开心 庸俗救星乐团主唱宋家云 是基隆的女儿 特别在记者会中 带来一小段自弹自唱 这次基隆市文化局 特别锁定年轻世代 规划了爱雨摇滚音乐祭活动 5月25 5月26两天 将在国门广场和海洋广场 首度登场 那这个爱雨摇滚 它的爱跟雨 大家都了解 它反映出来我们的基隆的土地 历史跟文化多元包容 是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先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主族 跟它的意义 但是它的这个很强盛的演出内容 一定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包括有创作材质的高尔轩 还有我这个金曲奖的乐团 林先生 这个听起来真的都很期待 所以这个爱雨摇滚的IG创盛没多久 就有七千多的人加入 我在想说我的IG怎么弄了那么久 才这么一点的人 结果它这个成立了在两三周而已 几周就有七千多人 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那当然在这些强大的这个阵容当中 那也有我们在地的这个音乐人 包括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基隆的爱心大使 钢琴家曲哲成 最有温暖的哲成 还有乐团的这个曲型 跟棉器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 又有非常精彩的阵容 也有我们在地的乐团 而且还有家喻 大家刚刚觉得他的演出 我们再给他一个转身鼓励 那当然就是 当然就是5月25到26号 地点会在这个国门广场 也在海洋广场 然后甚至也在城际转运站的部分 宇泽空间 那这个部分到时候要拜托各局处 做好一些相关的调配跟准备 也要跟警察局讲 要做好这个维安跟这个人员管控的一个准备 因为到时候应该是会蛮多人 那我们希望很多人来挤爆我们整个基隆的市区 但是整个管理 整个安全动线等等 我们都要把它兼顾好 那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爱与摇滚 市长谢果良亲自出席爱与摇滚音乐祭的启动仪式 还有议长秘书江志强 市议员郭美秀 林恩典 秦珍 议员吴华家秘书王安栋 跟立委林沛祥秘书黄申栋 都来到现场共襄盛举 这次也共邀请包括高尔轩 明先生等超过20组的超强音乐阵容轮番现唱 从午后到入夜热情摇滚不间断 以音乐作为连结 来展现基隆这座充满多元文化的城市港湾 我们爱与摇滚 是我们今年我们基隆城市音乐饗宴的首战 那在首战的过程 我们希望今年春天 我们希望邀请很多很棒的创作者 音乐家跟独立乐团 还有我们基隆在地的团体 然后一起针对我们的年轻人 因为我们希望这次的客群 是针对15岁到25岁或者30岁的一些年轻朋友们 我们希望让他们看到基隆的热情 还有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让大家可以都来基隆旅游 也来基隆观光 我们在7月份 还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另外一个音乐活动 是我去年底在这个我们的年终演唱会的时候 Promise大家说年终也要加班一场 所以基隆未来有非常多的音乐饗宴 然后在地的元素 坚强的阵容 他也欢迎在地 基隆在地以及海内外的观光客 大家持续来到基隆 享受基隆的美好 我们在特别举办在国门广场 其实我们之前在选场地的时候 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 那这次为了要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希望面对我们15到25岁 甚至30岁年轻人 我们希望他们来的交通便利性 所以特别在这次的活动 是在国门广场 所以好朋友们都可以透过 我们可以坐火车过来 或者是搭乘大巴 或是客运过来 都可以马上就到了我们的国门广场 那国门广场结束之后 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周边 甚至可以到我们的基隆夜市去吃小吃 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因为我们从早上到晚上的时间 也欢迎各位朋友都可以来到逆临现场 基隆市府欢迎喜爱音乐活动的民众 来到现场享受音乐 也利用机会到基隆的景点走走逛逛 规划一日游或二日游 一起来感受这场城市音乐饗宴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